金流除了李文宗在金华城案扮演乔氏的大账房 另外一个没有服出台面的柯文哲贴身账房 绰号橘子的秘书叫徐止瑜 他被锁定了 他的角色像是当年陈水扁贪污案 扁家大账房陈正慧的角色 他应该就是破口 现在只有找到他可以勾勒出所有柯文哲账册的金流 简联准备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不在国内了 八月底简联发动第一波搜索之前 他接获柯文哲的指示紧急出镜 知情的人士说他出镜之前 柯文哲特别叮咛他说 保护好你身边的钱 甚至当时柯文哲到桃珠影园 跟沈庆金见面的时候 徐止瑜他也是少数可以陪同柯文哲出席的人 他甚至比已经遭到收押的李文宗更为核心 他有地下主席之称 廉政署八号成唤十多人 民众党秘书长张哲阳也在其中 为的就是要来厘清柯文哲一案 不过金华城弊案已经进入最后收网阶段 检联锁定重要关键人物 短发配上黑框眼镜和柯文哲合照俏皮毕业 他就是柯文哲的贴身帐房徐止瑜 绰号举止是柯文哲的远亲亲信私下被称为地下党主席 甚至负责管理柯文哲一切的秘密行程 现金私账随身碟等等 随着随身碟的内容被破解 需至于这块关键拼图也逐渐浮现 2018年柯文哲竞选连任北市长橘子加入团队 原办公室实习生的他一路要身进入市长室担任机要 后续根据有多种身份 同时还陪同柯文哲出访及参加秘密会议 也包括柯省在北市府市长室会面 以及在桃珠影员的私会 有些名嘴有得到消息说 徐止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不在国外 不过根据爆料早在检联发动搜索前 徐止瑜就接获指令紧急出境 并被柯文哲再三交代要保护好身边的钱 后续简联多次约谈 橘子都找不到人简联放狠话 通知海关高度关注他的行动 并约谈柯文哲形成秘书黄新香 并试图从供词中套出徐止瑜的行踪 因为他再不回台说明恐怕将会面临通緝 记得这种报道